原本以为呢 亏了这几个百个万啊 这个TERRA的事情就结束了 原本想说摸摸鼻子 就打掉重脸嘛 但是呢 TERRA的创办人都快 看起来是誓言要救TERRA啦 不管是弥补大家的损失啦 或者是到底要放弃UST 还是放弃LUNA啦 甚至是TERRA的下一步 这个生态系到底要怎么办呢 从归零的事件开始 他就提出了很多不同的 TERRA重申计划啦 那很多人的内心呢 就燃起了一丝希望咯 就觉得诶 我的浅钱是不是可以回来了呢 刚开始他是转贴一些网友的提议 然后呢 各大的媒体就开始疯传说 哦都宽要这样都宽要那样 其实不一定啊 他只是转贴想要看看大家的反应啊 你知道这币圈所谓的去中心化 就是大家这个持有者 都有决定项目走向的权利 最后都宽跟持有者 到底是要救TERRA的这个生态圈呢 还是要救各位投资人的钱包呢 现在这个论坛的投票已经开始了 倒数的关键七天 见真章 Hello 我是Bonnie 5月14号 TERRA的创办人 都宽在官方的这个论坛上面呢 贴了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叫做 TERRA Ecosystem Revival Plan 就是TERRA的生态系统 重建计划 重生计划 大意就是说呢 有一些这个社团呢 跟验证的团体啊 正在讨论出一个TERRA分叉的可能性 那分叉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聊 这样做呢 即使TERRA他陷入过危机 但是还是可以全身而退 那要怎么做呢 他提出了他的看法啦 好他说啦 截至目前为止呢 UST还是有好几十亿美金的价值 但是呢 LUNA代币的价值基本上已经归零了啦 那即使未来最后这个挂钩恢复了 这些LUNA的持有者手上的LUNA呢 也基本上已经被清算了啦 已经被稀释了 好了 那我们在这样的TERRA生态系统 不健全的情况之下呢 没有办法御火重生 没有办法重建 虽然说呢 这个DeFi去中心化金融呢 确实是需要这个去中心化的资金 但是目前呢 大家对于UST这个稳定币啊 已经失去太多的信心啦 他已经没有办法发挥 他本来应该要发挥的角色 发挥的作用 那他说啦 还剩下什么呢 虽然UST他一直是TERRA生态系统 快速成长的一个大推手 但是TERRA的生态系统呢 这一整个系统 跟他的社群呢 才是比较值得被保护的 UST跟这个生态系啊 如果硬是要选一个的话 那他就会放弃UST 选TERRA生态系 他列出了一些重点喔 好啦 他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 加密领域最大也最活跃的 开发生态系统之一啊 很多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些人呢 都在这里努力的耕耘 努力的开发好的产品 再来TERRA Station 在全球有好几百万的用户 很庞大 那虽然我们现在陷入危机啦 但是我们有很强的品牌知名度 世界上啊 几乎所有币圈的人 每一个人都会听说过 我们这个TERRA这个品牌的名字 TERRA生态系呢 必须要重组他的链 才能保护这个社群 跟这些开发者的生态系统啦 补充说明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保护TERRA这个社群 跟所有建立在TERRA生态系上面的 这些公司跟项目 那现在呢在TERRA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有100多个 以TERRA为基础建造的项目 你把它想象成一片土地好了 上面盖的这些建设 包括NFT啦 DeFi平台啦 跟这个Web3的应用程式 都是以TERRA为基础 OK前面呢 就是说他一些做决定的思路历程啦 接下来他就讲咯 他想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怎么做呢 要发10亿颗新的代币 这11颗新的代币呢 他要怎么分配咧 好他说啦 4亿颗这个新的代币 也就是整体的四成 他要给脱钩事件发生之前的 LUNA持有者 也就是呢 亏钱的这些持有者 不是说这个抄底的人啊 事发之前 再来呢 4亿颗新币 也就是另外整体的四成 要在网络升级的时候 按照比例 给这些残烈的 UST稳定币持有者 再来的一亿 也就是整体的一成 要在原本这一条 旧的TERRA链停运之前 LUNA的这些持有者 就可以分这一成 之后另外一亿呢 也就是另外整体的一成 要保留给未来 这个生态系的建造啦 做准备 再来他就解释啦 我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呢 他说啦 之所以要给脱钩之前 就持有这些代币的人 比较大的占比 是因为他是这条 网络的债务持有人 那他们一直紧紧握着 我们这个币到最后啊 那好悲壮的感觉 所以他们应该要获得 该有的补偿 TERRA如果要再一次 变得有价值 他说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确保在攻击之前呢 这一些代币的持有者 也就是忠诚的这些 社区成员跟建造者 他们可以坚持不断提供价值 我们才有机会 这是唯一的方法 再来都快说 我不会离开啊 我会一直在这里撑下去 十分壮烈的一篇发文啊 这一版的提案一提出来呢 很大一部分在这一波 LUNA暴跌事件 赔钱的这些人呢 都猛烈的抨击啦 说你不可以进行分叉 你要去烧LUNA代币啊 那分叉 FOR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区块链整体的升级吧 有不同的种类 好 如果这个新的版本 跟以前旧的版本呢 可以相融 那这个分叉就叫做 软分叉 Soft fork 如果新的版本 跟旧的版本 是没办法相融的 那它就叫做 硬分叉 Hard fork 如果Terra做了这个硬分叉呢 那它就创出来一个新的链 跟以前呢 就不相融咯 等于是说 一个全新品种的链 一个全新品种的虚拟货币 兜宽 它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它想要挽救 这整个Terra的生态权 意思就是说 它要硬分叉出一条新的链 这一条新的链呢 叫做LUNA 那这个LUNA呢 就是新LUNA 现在我们知道的这条LUNA 就会变成旧LUNA 旧的LUNA呢 也会叫做LUNA Classic 翻译好听一点 就是经典LUNA 如果这样做的话 兜宽说呢 现在所有建立在这个生态圈的公司啦 建设啦 都可以存活下去 那兜宽就说啊 它会把这些新的LUNA代币 部分的做空投 也就是说 送给这些 本来就持有旧LUNA的人啦 希望这样子可以弥补一下 大家在旧LUNA里面的损失 好了 那问题来了 这个新的LUNA 它发行的数量 是10亿颗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比旧的LUNA少太多了 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旧LUNA里面 亏很多钱的人啊 可能在新LUNA里面 可以分到一点点 一咪咪啊 所以很多很在意说 自己的损失的这些人啊 一点都不支持这个做法 他们希望兜款 用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烧LUNA 很多LUNA的持有人呢 因为亏钱亏很多嘛 所以他就希望啦 你烧掉一定数量的LUNA 这样就会让LUNA变得比较稀少啊 那基于稀缺性呢 希望这样子就可以把价格推回去啊 但是呢 之前因为死亡螺旋挣扎呀 LUNA的这个供应量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暴增了1700% 所以如果要走BURN 也就是烧毁的这条路呢 你需要大烧特烧LUNA 你才能恢复一点点的这个价格 甚至是有人说 这差距太大了啦 很多人质疑啊 你不管怎么烧 怎么大烧特烧都回不去啦 很多人呢 甚至呼吁这个LUNA Foundation Guard 跟这个Terraform Labs 你们这些公司这些组织 你要把你自己的LUNA 用现金买回去再烧掉才有用啊 但是问题是 要从哪里募得到这么多的钱啊 这么大的金额 即使是募到好了 那他们可不可以心意横 就说我把LUNA买回来 然后就烧掉呢 总之呢 选择烧掉LUNA的人 他已经不是很在乎这个生态权了 他可能真的赔到太惨了 你知道吗 他比较想要把损失的钱拿回来 5月17号 斗款他发布了重申计划的第二版本 上面他还刮号 这是更新版也是最终版啦 但是呢 这还是要投票啊 这个提案呢 最主要是说 他要推出一个没有算法稳定币UST 也就是一条新的 没有UST的一条LUNA 然后旧LUNA跟旧UST的持有人呢 他可以发放空头嘛 给他们一些新的LUNA代币当作补偿 那这一个提案呢 他有一个口号啊 叫做Terra is more than UST Terra他不只是UST Terra这整个生态系统呢 比我们准备要放弃的这个UST 还要重要 提案里面写啦 从5月18号开始呢 进行治理的投票 如果通过就会在5月27号进行分叉 我们会放弃掉UST 不会有算法稳定币郎 再来呢 他说旧的链会改名为Terra Classic 也就是LUNC 新的链就是Terra 也就是LUNA Luna OK 再来呢 他们空头的白名单会删掉 Terraform Labs这个公司 让新的Terra变成一个 完全社群自制的一个新区块链 要让这些所有持有的人呢 决定这个社群的走向 那接下来持有者的空头啦 这些我们都提过了嘛 好那新的这个LUNA代币呢 占比也是稍微有一点改变 但是呢没有变太多 反正主要的概念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样子 Binance的创办人呢 也就是币圈大神CZ他就说啦 分叉这样的方案是没有效果的啦 原因是因为呢 分叉不会给新的那一条链 提供任何的价值 之后呢 这个CZ他又发了一个文 他说SMH 也就是Shake my head的缩写 就是啊摇摇头啦 这个英国的律师他发的推文呢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 他说啊 很多在稳定币UST里面 大失血 亏大钱的人啊 都是来自这些货币比较不稳定的国家 那这些人呢 他们把他们的存款放进所谓的稳定币里面 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受到这些货币价值波动的威胁 所以说你要指控他们不相信币圈啦 工审他们不相信什么TERRA的生态系啦 没有要救生态系的意思啦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因为会把钱投在稳定币里面的人呢 他本来从来就不是想要疯狂大赚一波的人 他也不应该承受这么大的风险 这么大的损失 他只想要稳定 所以呢 单纯就这一篇贴文啦 我的解读背后代表的是说 他觉得不是所有希望都灌烧 Luna的人都是自私的人 不要公审他们 如果你是Luna的持有者呢 你就可以上这个论坛啊或者是直接到兜款的twitter上面 你就连接过去去投票 那当然啦很多持有大量代币的机构 或者是这些人啊 他们的话语权权重就比较高 倒数最后7天啊这个币圈的大事件 大家都在看 我们会继续follow这件事情的走向啦 目前呢到录影的现在啊 想要保护这个TERRA生态圈的人呢 还是比较多 但是这个投票还有非常多天啊 还有很多人还没投票 我们不知道事情怎么走啊 你们觉得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留言大家聊一下 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给我们这么温暖的支持 下一次见一起加油 拜拜